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台积电在2023年8月8日,正式宣布与博士、英飞玲、恩智浦共同投资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ESMC。 这座12英寸晶圆场地点,选载了德勒斯登。 ESMC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,开始动工兴建该晶圆厂,目标于2027年底投产,预计月产能为4万片12英寸晶圆,可提供台积电28奈米22奈米平面CMOS工艺和16奈米12奈米FinFET工艺,并直接创造约2000个高科技专业工作岗位。 近日,德国德勒斯登特斯登市长西柏特表示,让各国半导体专家乐意来工作是当前施政重点。 他将请台积电建宿舍或保证买进公寓,解决房市供不应求的问题。 西柏特称,台积电规划派数百名员工进驻新厂,加上临近工业区新增投资,预计2035年前将创造2.5万个就业机会。 但由于升息、建筑成本飙涨等因素,最近德国房地产景气陷入泥沼,德勒斯登的住宅供应量可能跟不上半导体聚落扩张的速度。 因此,将邀请台积电兴建员工宿舍或向建商保证买进公寓,不然按进度2027年投产时,房市将会供不应求。 据了解,该所台积电,欧洲首家晶圆厂,通过股权注资、借债,以及欧盟和德国政府支持等多种方式融资,总计投资金额预估超过100亿欧元。 台积电将持有合资企业70%的股份并负责运营,博士、英飞玲、温志浦各占10%,台积电估计投资额将不超过38.85亿美元。 日前,台积电2023年第四季度业绩显示,该公司合并营收约6255.3亿元新台币,同比基本持平,环比增长14.4%,税后净利润约2387.1亿元,每股收益为9.21亿元,皆同比减少19.3%。 多家台湾媒体如中央社、工商时报和经济日报等报道称,台积电1月举行的法人说明会公布。 2023年第四季度毛利率为53%,较第三季度下滑1.3个百分点,主要由于三奈米制程比重提升,但未达经济规模,从而稀释毛利率。 数据显示,先进制程晶片营收占台积电2023年第四季度,晶片销售总金额的67%,其中3奈米制程占15%,5奈米制程占35%,7奈米制程占17%。 2023年台积电总营收为21617亿元,同比减少4.5%,毛利率54.4%,下滑5.2个百分点,贵属母公司净利润8384.98亿元,同比减少17.5%,每股收益32.34元。 台积电预估,2024年第一季度营收以中间值计算,将环比减少约6.2%,全年营收增幅将约21%至26%,毛利率稀释与台积电今年全球设厂也不无关系。 除了欧洲外,这家全球晶圆代工厂龙头大厂,位于日本雄本县的半导体厂房,已于2023年年底竣工。 目前,该公司已经开始将生产设备移入厂房,并着手启用生产线,预计将于2024年底量产。 据当地官员透露,台积电雄本厂计划于2月24日举行开幕式,除台积电高层外,相关政府官员也可能出席。 而台积电在日本的投资,也带动了当地半导体设备厂商的投资。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,台积电日本子公司JASM于2022年4月开始兴建雄本厂,在24小时部分日夜轮班赶工下,总计只花了一年八个月就竣工。 目前,大楼主结构已完工,设备也开始移入厂房,且办公室部分区域也在今年8月启用。 据悉,本次已完工的厂房结构为地上四层,地下两层,生产半导体所必须的捷径式总面积约45000平方公尺。 台积电雄本厂运作时,雇用人数预计达1700人,最多人的时候约达6000人同时作业。 此外,受益于台积电雄本新厂将带来庞大人流及商机的预期,雄本地区未来十年粗估将产生6.9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。 却ASM社长库田佑依,去年12月中旬曾表示,台积电雄本厂正以惊人速度建设,并预告即将完工。 此外,除台积电原有供应商之外,还将新增与120家日企进行交易,致力将日本当地采购比重按阶段提高。 目标在2030年从目前的25%提升至60%。 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,在台积电雄本厂的带动下,日本6家半导体制造设备企业在2023采年相关投资合计高达5470亿日元。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,光电协进会特约顾问柴焕新表示,除了半导体业,弥生相关的行业,也预期会进驻雄本。 不过,根据雄本日日新闻的报道,针对雄本县256家企业进行调查发现,有46.3%的当地业者认为台积电等半导体企业,在当地扩产会带来证明影响。 但认为有负面影响的企业约有28.7%,其中有7成担心,会造成劳动力短缺与加剧,两成认为会造成劳动力成本增加。 柴焕新称,其实这个部分早就已经发生了,就算是台积电本身不到日本雄本去设厂的话,就全球的半导体的人才来说, 其实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短缺的现象。 除了所谓的半导体的人才之外的话,其实台积电的周边协力厂商,甚至于说日本的材料设备厂商,也都会进驻在这个地方, 所以总共新增加的人口数量,应该也就会增加到4万到5万人左右的水准。 台积电日本雄本厂建设之初就由索尼公司注资,自然双方的关系再次得到提升与稳固。 有半导体业内人士爆料称,索尼在某产品良率方面搞了两年搞不定, 结果台积电派了20多位工程师进行协助,一个多月就帮忙搞定了。 有台湾半导体业内人士发微博感叹,台积电真的是全球第一的静元厂。 据悉,索尼在九州的CIS-5一直存在良率无法提升的问题,于是向台积电求助。 而后,台积电派了20位雄本厂的工程师前去索尼协助。 让人惊讶的是,台积电的工程师一个多月就把索尼的CIS-5良率从80%提升到接近90%。 据悉,这件事让索尼半导体事业部高层都感到无比惊讶。 对此,有网友评论称,试错经验和时间成本不容忽视。 20多人的工程师背后是整个台积电的研发团队支撑,又有已经成功的经验作为基础,自然比没经验的团队要强得多。 目前,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商之一,具备卓越的技术能力和品牌知名度,相较于竞争对手如三星电子等,其市场份额占据主导地位。 不过,这两年台积电在市场方面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。 最近,著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发表了一份报告,该报告指出,由于苹果的3奈米工艺持续降低台积电的毛利润,以及5奈米设备转换速度的减缓,台积电全年的毛利润可能会下降52%。 这意味着,台积电提出的长期毛利润目标,即53%以上,可能难以实现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